人生百態 娛樂開懷 歡迎收看《談笑餘生》 作為英國歷史上在位時間最長的君主 他給英國帶來了鼎盛和繁榮 在為64年締造了強大的日不落帝國 多年以前 種族之間界線分明 啟示色彩也是非常濃厚的 歐洲白種人收養黑人簡直就是匪夷所思的事情 而他作為歐洲史上的頂級貴族 卻力排眾議收養了一位黑人王國公主 維多利亞這四個字已經不僅僅是一個名字 更成為了時代的符號 曾幾何時 非洲板塊被征服 儼然成了歐洲奴隸的來源地 大大小小的非洲國家都在不斷遭到侵襲 亡國之事時有發生 不過 維多利亞女王似乎很有遠見 眼看西非國家為了金錢開始強化勢力 他第一個站出來宣布 所有英國殖民地廢除奴隸制度 英國廢除了奴隸制度之後 當然也觸動了一些人的利益 這直接導致西非亡國之間的關係惡化 雖然英國已經派出了海軍在海上進行嚴格把控 以期讓西非王國的奴隸販賣計劃取消 可他們不但沒有收手 反而開始鋌而走險 甚至是相互鬥爭 小國約魯巴朱曉沒能撐住 最終國王和王后戰敗犧牲 他們的女兒艾娜公主成了孤兒 被收編他們國家的對手搶去做了奴隸 按照當時那個年代的習俗及種種緣由 艾娜最終的結局應該是被當作祭祀品而埋入地下 這樣的說法並不是空穴來風 在當時很多王國公主的命運都是如此 偶爾有個幸運的沒被埋入地下 也難逃被當作奴隸四處販賣的結局 然而無論多麼惡劣的環境 總會產生那麼幾個幸運兒 上天似乎根本捨不得他們吃一丁點苦頭 當艾娜苦苦煎熬 準備迎接屬於她的悲慘命運之時 一個意想不到的人出現改變了她的一生 這個人就是弗雷德里克·弗布斯 英國皇家海軍的軍官 前面提到過 維多利亞女王立志要廢除奴隸貿易制度 所以她經常四處派使者去各個國家遊說 這次弗布斯就是受維多利亞女王的命令 前來商討廢除奴隸貿易的事情 當他們在大殿中高談闊論之時 一眾女仆端著餐盤走了進來 其中一位小女仆氣度不凡 周身萦繞著貴族之氣 在一眾唯唯諾諾的女仆中十分眨眼 在問過該國的國王之後 福布斯才發現 原來她就是約魯巴朱小王國的公主 一個王國公主流落至此 顯然不符合維多利亞女王的指示 於是在多方周旋之下 面對英方的咄咄逼人和不肯鬆口 最終該國國王恢復了愛娜的自由身 讓她跟著福布斯去了英國 這一年 小小的愛娜只有五歲 將她帶回英國之後 福布斯找了神父為其洗禮 並給她取了一個新的名字 薩拉福布斯伯內塔 從此薩拉重獲新生 不僅生命安全有了保障 還能好好學習 福布斯為她找了很好的家庭教師 不僅對文化知識很重視 琴琦書畫也不讓她落下 薩拉雖小 卻十分懂事 她知道如果不是福布斯 自己都不知道是否還活著了 所以即便福布斯安排的課程十分緊湊 她還是非常認真的學習 兩年後 她儼然在學識上 成了一位真正的貴族小姐 就在此時 福布斯將這個聰明 又別有意義的女孩 帶到了維多利亞女王的面前 或許是天生的緣分 也有可能是薩拉真的十分聰明 反正女王一下子就被這個小女孩吸引了 在見過她之後 甚至有些捨不得讓她跟福布斯回去 於是女王便下令要認這個女孩為義女 起初 大臣們十分反對 但是奈何維多利亞很堅持 最終薩拉成為了女王的養女 被大眾尊稱為薩拉公主 然而公主的身份並未讓薩拉感到高興 許是這個稱呼觸及到了她最傷心的過往 所以在王宮裡生活的那段日子 她一直郁郁寡歡 看到這樣的薩拉 女王十分心疼 但是又沒有辦法 也連帶著整日不開心起來 這時 阿爾伯特親王向女王出了個主意 為了孩子能夠更好地成長 不如將她寄養到別處 她高興的時候便可以來王宮看望你 面對這個提議 女王有些猶豫 她實在捨不得這個可愛的女孩 但是為了這個孩子的幸福 她最終還是妥協了 最後 薩拉被送到了肯特郡 一個中產之家寄養 女王不僅負擔了薩拉所需要的所有生活備用 還常常會託人帶很多錢 給薩拉自由支配 不過 面對女王的照顧 薩拉反而對當初救自己與水火的福布斯先生最有感情 在她8歲那年 福布斯先生遺憾離世 薩拉由於悲傷過度 整日哭泣 最後患上了慢性咳嗽 這個病跟了她一輩子 對福布斯先生的思念也跟了她一輩子 在福布斯先生剛剛去世的那段時間 女王不忍心看著她整日坐著流淚 便決定將她送到學校裡去上學 希望學校裡孩子們活潑的氣氛能夠感染她 並且也能讓她更好地鍛鍊自己的社交能力 於是 在女王的安排下 薩拉被送去了西非的塞拉利昂求學 或許是這裡的人膚色都與薩拉一樣 讓她有了歸屬感 反正在西非求學的四年裡 薩拉明顯活潑了許多 不再像以往那樣郁郁寡歡 學習上依然十分用心 備受老師們的讚賞 畢業後 女王又將學業有成的她接回了英國 這段時間才真正在薩拉身上感受到了母女的情意 薩拉常常在忙完自己的事情之後就去陪女王吃飯聊天 日子很快過去了 薩拉19歲時 女王覺得她到了該擁有一個家庭的時候 於是 在多方考慮之後 女王將詹姆斯‧戴維斯介紹給她認識 戴維斯是英國本土人 曾是一名海軍中衛 後來退役經商 成為了頗有資產的富豪 這樣的背景可以讓薩拉過上很舒心的闊太太生活 然而 她的年齡卻比薩拉大了15歲 而且曾經有過一段失敗的婚姻 說到這裡 一定有很多人感到疑惑 女王如此疼愛薩拉 怎會將這樣一個人介紹給薩拉 難道不應該介紹一個身家清白的青年才俊嗎? 其實 女王也有自己的考慮 她做這個媒人 主要的原因是戴維斯的父母都曾經是黑奴 後來因為廢除奴隸制 他們才有了自由 而戴維斯也因此有了成為英國海軍的經歷 她認為 這樣相似的經歷能夠讓薩拉在婚後不那麼自卑 也不會受欺負 更能有種歸屬感 最重要的一點是 戴維斯當時住在拉格斯 這是薩拉的母國城市 距離她的出生城市特別近 薩拉顯然對那裡更能適應 而且也更能接受 不得不說 女王對薩拉的一切真的煞費苦心 在女王的牽線搭桥之後 薩拉和戴維斯相處了一段時間 後來彼此也都覺得對方還挺合適 所以沒多久就選擇了結婚 薩拉的婚禮在維多利亞的主持下辦得十分隆重 比女王的女兒有過之而不及 可以說她給了薩拉能給的一切 婚後的薩拉生活得十分幸福 常常跟著從商的丈夫四處遊玩 很快他們就有了愛的結晶 是一個女兒 為了感謝女王對自己的照顧 她將女兒取名為維多利亞·戴維斯 還請女王做了孩子的教母 可以說這個孩子一出生就擁有了無上的榮耀 一直到這裡 薩拉的人生除了小時候之外 似乎一直都是游走在幸運之間 然而上帝終究是公平的 一個人不可能一輩子經受苦難 也不可能一輩子做幸運兒 就在所有人以為薩拉從此過上了幸福的生活 這個美好的故事將要結束之際 一個噩耗悄然降臨 1874年 薩拉被確診患上了肺結核 這個在如今很容易治療的病 然而在當時是致命的 患病六年後 薩拉還是遺憾地離開了人世 維多利亞女王知道了薩拉去世的消息之後 非常難過 後人在她的日記中還找到過一篇紀念薩拉的日記 日記裡這樣寫道 想想可憐的維多利亞戴維斯 我的黑人教女 當她聽到親愛的媽媽去世時 該有多傷心 她雖說的是維多利亞戴維斯的傷心 但實際上傷心的也還有她自己 一個寵愛了多年 不忍心她受到一絲傷害的女孩 最後居然讓自己白髮人送黑髮人 對於維多利亞而言 這是一個巨大的打擊 薩拉的一生無疑是傳奇的 從王國公主到奴隸 再到維多利亞女王的心肩寵 後來又有了疼愛自己的丈夫和女兒 縱容出生凄苦 但是想必她在彌留之際回想自己的一生 也會覺得無比欣慰 而她和女王之間的溫情故事 在多年之後 依舊會讓許多人的內心深深觸動 好了 今天的故事到這裡就結束了 歡迎評論區分享你的看法 想看更多內容 記得訂閱點讚 我們下期不見不散 我們下期壽請